好 二五K戰還在持續喔 那現在戰場也是轉移到烏東地區了 我們就看到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 他是在視訊的時候 喊話G7的領袖 他說烏克蘭需要強力的空中防禦 如果這個武器的運送 有一點點的延遲的話 那等於就是變相的鼓勵俄羅斯 一次次的成功打擊烏克蘭 那當然他也喊話說 希望G7可以要盡最大的努力 推動在年底前可以結束戰爭 那這個話就很耐人詢問了 到底什麼樣是叫做結束戰爭呢 是意思說要和談嗎 還是要戰勝呢 那如果要戰勝的話 什麼樣的內容才算是烏克蘭取得勝利呢 不管如何 確實在烏東地區 現在戰火還是相當的猛烈 這個北頓那時刻 已經被俄羅斯的軍隊占領之後 現在又轉向 要到這個利西昌斯克這座城市 那這座城市呢 它是烏東盧干斯克州的最後大城 現在也告急了 你看到就是這張圖片 是說這個二軍炮擊 也造成災難性的破壞 所以當局也呼籲這市民要趕快的撤離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 那麼下廣 tat 到後面 是 公開